早安 今天買了一本 很酷的書 世界第一美味蛋料理 為了 拯救我 每天炸廚房的廚藝 在家簡單就能複製 蛋料理不敗關鍵 隨便做都好吃 希望我可以做出美味 世界第一美味的蛋料理出來 哼哼 它裡面蠻多的 有什麼大阪燒啊 然後 農家煎蛋 蒲燒蛋魚板 跟日式高湯蛋捲 美式炒蛋 哇 從美式到日式再到中式都有 很多 我們今天的第一課是 水煮蛋 汁 嘴波蛋 技巧是 只要選用新鮮的蛋便成功一半 我剛好有買蛋 OK POINT 他是說不必加醋或鹽來加速蛋的凝固 只要將水加熱 使用有濃厚蛋白的新鮮蛋 就比較不會容易失敗了 他給我好大的信心喔 新鮮的就好 掌聲謝謝松甫先生 我們一起去做吧 我們一起去做吧 一、兩、三、二、三、二、愛的 到底有幾個 想買 跟你做會想買 你是我的 在鍋中 將水煮沸之後轉為火 蛋打在撈勺上 瀝掉外 吸蛋白 然後放到小容器中 所以小容器要跟著水一起去滾嗎 真的很難懂耶 第二步驟是水煮 然後在鍋底放入不會翻過來的小平盤 在盤子上方較低的位置 輕輕的將容器中的蛋倒入盤中 約煮三分鐘之後撈起來泡冰水 所以總共是有四樣東西的意思嗎 超難懂耶 這樣子 這樣子 怎麼樣啊 到底要怎麼樣啊 裡面 濃蛋白的部分要把它 裝進鍋子裡面 3 2 1 水煮蛋 撈起來泡冷水 所以我現在準備一碗冷水 冷水來了 冷水來了 冷水 冷耶 喔 喔 欸 放下去 啊可是 這剩下的裡面的蛋白怎麼辦 很浪費耶 那我要把它倒進去 剛剛那個鍋子裡面煮 用雨火 蛋 用衛生紙 喔 不用餐櫃子 吸乾 吸乾 水波蛋 有沒有必要這麼搞剛的水波蛋 很厲害耶 它是這樣子流出來 不錯不錯 嗯 好吃耶 好桌子喔 這樣一口就把這個玉子給吃了 竹上說 蛋本身滑溜口感 有 我有做到 不錯 我成功耶 好棒喔 可是又有點費工 不過還不錯啦 感覺沾個什麼 麵 不然很不錯 這一頁 挑戰成功 謝謝來看我的影片 掰掰